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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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澳门部队政委周吴刚代表就更好发挥军事力量作用 维护港澳繁荣稳定谈了建议 武警陕西省总队政委公冠宇代表针对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调整后兵力运用问题提出建议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员委员 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 张生民参加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到会听取了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 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创新是关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围绕如何加快推进国防科技创新提出了很多重肯的建议 3月8号 全国政协委员变修五来到解放军总医院 与驻京部队医院病理学领域的专家骨干围绕军事医学自主创新进行交流探讨 那么对于我们军队卫生系统来讲 我们如何能够实现我们独创新的 治理根深的这些军用的医疗的设备药品 有针对性的解决特殊环境 特殊人群的健康保障和医疗救治水平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创性的东西 我们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威俊服务 保障打赢 我感觉在医学上科技创新和其他领域的创新是一样的 没守成规没有出入 我们也是想海陆空的同行都来听听 在我们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少走弯路 变修五是一名长期从事病理学医教研工作的病理学家 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首届全国创新争先等多个奖项 如何激发军队科技人员的创新能力 是变修五关注的话题 希望能够在宏观和顶层设计上 根据目前军改的实际情况 新的形势下 希望能够研究更好的激励措施 能够更好的发挥军队科技人才的真正的作用 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引号 一直致力于在军事通信网络技术研究和总体设计中 创新公关 实现战争数据的互联互通 这次两会他最关注的就是信息网络智能化的发展 物联网实际上从网络的角度 现在走向了一个万物互联的时代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我将来作战的时候 我肯定要连接所有的战场的所有的作战要素 把作战平台通过网络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跟传统技术结合以后 可以很好的提升网络在应对强对抗复杂环境下的这种能力 军事通信网络是连接诸多武器平台的神经系统 是占据信息化战争优势的关键一环 引号和他的团队紧盯信息技术难题 对信息网络连通三军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智能家概念 这让引号对人工智能向军事领域的深入融合 有了更多的期待 那么我理解呢就是从呢 在网络加的基础上 把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传统行业去结合 在军事领域当中 我觉得就是要把智能的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很好的和我们这个传统的作战领域去结合 利用这个智能背后的一个强大的算法 去辅助我们指挥员 优化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 新时代新起点 军队科技工作者在强军新军的号角中 加强前瞻谋划设计 加快战略性 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发展 他们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 勇于担当刻苦攻关 通过不懈的努力 使许多创新成果 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为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 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过去一年 国防科技战线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 锐意进取刻苦攻关 作为科技工作者来说 我们要保持一颗恒心 保持一种定力 人只有精神 才有斗志 才有力量 才有那个恒心决心 去攻克这些关键技术 这是很宝贵的 接下来请看 由我的同事周雷 为您带来的两会零距离 两会零距离 连接你我他 掌上看两会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军人荣誉体系建设 说到这个话题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 就是军人优先 现在我们来连线一下 正在西哥站采访的记者 秦燃 秦燃 你好 你好周雷 我现在就在北京西站的 后车大厅 现如今在全国的 各个车站机场 还是码头 我们都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的 专属于军人的通道 和这种军人后车区 那么对于军人优先 这个政策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习大大不是说过吗 让军人成为 这个社会上最尊重的职业 我觉得挺应该的 应该很多事应该让他们优先 像平时一些重大灾难 安全事故的时候 都是军人冲在最前面 像现在开车这种军人通道 其实我觉得 这不管是社会 还是我们也好 是对他们的一种尊敬 我挺赞同的 因为他们确实是 咱们国家的有公之臣 所以我觉得 国家对这些军人 有一定的特殊的关爱 是应该的 除了军人优先 过去一年 我们国家还出台了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让战友们的荣誉感 获得感 认同感呢 与日俱增 这是网友们发来的 政府给家里送来喜报 悬挂光荣军署牌匾的照片 扩大了军嫂军娃 纳入地方优待的范围 大家来看这些照片 是不是有一种 幸福满满的感觉呢 而退役军人 安置清零行动呢 更是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两天 95岁老人张福清 深藏战功64年的消息 被多次转载 张福清老人 曾是解放战争年代的 特等功臣 但是呢 他一直没有告诉家人 直到退役军人信息 采集的时候 人们才知道 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的记者周耀星 在湖北恩师 和老人的一段对话 作为一个革命军人 一个共产党员 我把赢毒的一件事 走了 完成了人物 愿望完成人物 最终上给我的 这样大的功用 给我这样大的功用 我很想感动 战火硝烟中 军人以杀敌立功为荣 和平岁月里 军人荣誉体系 如何更加完善 规范 八一勋章获得者 全国政协军队特邀委员 韦昌进 持续关注这一话题 这两年来 先后涌现出了 一大期 在人民群众 威胁观处 挺身而出的 先进模范人物 时代开幕 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 在我们少的英雄 这个都富国 国家荣誉体系的势力 更进一步地增大了 激发了社会的正能量 更能鲜明地 把自己的奋斗 和国家民族的 全大发展联系起来 也更能让每一个 为社会建设发展 做出共生的人 感到一种自豪和骄傲 听了大家的意见心声 相信电视机前的您 也会对军人荣誉体系建设 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朋友圈 抖音 微博 我们一起聊热点 看两会 军人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与家人聚少离多 一直以来 子女入学难问题 困扰着边缘地区的军人家庭 这两年 军地相继出台多项政策 解决军人的后顾之忧 小军娃程思轩 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者 军娃程思轩 是武警新疆总队某机动支队警官 程微风的女儿 年初刚刚从喀什市刹车县 转学来的乌鲁木齐第一小学 程微风的部队 驻守在距离乌鲁木齐市 1500多公里外的 喀什市刹车县 由于驻地偏远 教育资源有限 女儿的上学问题 一直是程微风一家人的心病 让孩子接受高质量教育 是每个普通老百姓家庭的 头等大事 更是许多戍边官兵的热切期盼 为解决驻新疆部队子女 就读的实际困难 让军娃们有一个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武警新疆总队 协调地方教育部门 想了很多办法 2018至2019学年 我们学校共接收了 来自武警新疆总队的 共25名官兵子女 安排在 一到六年级的各个班级中 为的是让官兵子女 也能够接受到 公平并有质量的教育 武警新疆总队 还在乌鲁木齐开办食宿站 为一些从边远 艰苦地区前来就读的军娃们 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学习吧 他也基本管不上孩子 然后本天他走的时候 孩子还没起床 晚上回来的时候 孩子也就睡觉了 几乎也见不到孩子 所以这次有个14站的机会 我们过来就是 让他在这边上学了 可能就是机会多一点 孩子也就 对孩子将来 有个好的打算 虽然里的比较远 见到也很不方便 心里也舍不得 但是知道 他在无路不齐 能够接受一个 很好的高质量的教育 我在这里工作 也就安心了 在武警新疆总队 像陈维峰这样的家庭 还有很多 为解决好官兵子女入学问题 这个总队与自治区教育厅 密切合作 协调多所学校 安排就读 此外还制定相关细则 明确军人子女报考学校 可降分优先录取 设身出席 想官兵所想 及官兵所需 充分一坨军力资源 有效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促进了安心 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凝聚力 考核是训练的度量横 更是备战的风向标 继考军长考处长之后 陆军近日全面展开官兵等级考评 从将军到列兵 人人上考场 人人定级别 通过量化标准 平用挂钩 明熙自己在站位上的等级定位 激发实质打赢的练兵动力 这是陆军的参谋等级考评 参评人员要从上午8点 一直考到晚上10点 考核作战理论 航空影像叛读 战役战术计算等近20个课目 这次我们按照全员参训参考的要求 将指挥员参谋人员 和各个兵军专业人员 分级分类 上岛将军 下岛列兵 人人参考 人人参评 人人有成绩 人人定级别 你是几级参谋 你是几级指挥员 训练水平高低 一目了然 一直以来 陆军只有陆航装甲等少数几个兵种 组织等级考评 今年全面开展的等级考评 目的就是让每名官兵 都能明晰自己的定级定位 查找出自己在训练场上的短板弱项 东西上个人感觉就两个字 第一个是难 第二个是紧 这次陆军组织定级考核 前期我们也是觉得 应该稍微准备的差不多就能过 但是从实际情况看 这个很不理想 确实是应该这个 要狠下功夫来抓训练 通过量化标准 平用挂钩 激发官兵的练兵动力 是这次考评定级的又一特点 在第72集团军指挥员等级考评现场 十余名旅团职指挥员走上考场 对于已当了近八年 正宫主观的袁俊峰来说 正宫干部评定军事指挥能力等级 这还是第一次 而考评定级的结果 也将会直接影响到干部的选拔使用 军事干部 正宫干部 在同一标准条件下 从长竞技 从长考核 我想这也是紧贴 未来实战的需要 大家都有个感受 想这么严格的定级考核 要和未来的提升使用 晋升晋级 福利待遇 要挂机功 这样更能够激发 集成一线带兵人的 带兵激情和活力 在陆军部队上千个等级考评现场 不但有计算机 图上作业等科目 战场作业 时装操作等也同步展开 按使命任务设计 按实战环境设置 按作战进程组织 按打仗要求评估的 实战化训练评价体系 正在陆军各级 逐步构建完成 在陆军作战这个大体当中 你处载什么样的站位 就要达到什么样的打仗标准 你的职业成长路径 需要什么样的能力等级 你就要达到什么样的等级 通过等级考评 为距离推进备战打仗 提供可靠的人才支撑 第82集团军某特战旅 日前组织数百名特战队员 在阎伸脚下展开多要素 散降激降训练 凌晨5点 数百名特战队员 迅速向目标地域集结 进行散降前的最后准备 运输直升机飞抵现场 特战队员依次登机 机动途中 散气员进行仔细检查 反复强调动作要领和地能目标 抵达玉顶空域 离近信号响起 特战队员相继跃出机舱 朵朵散花在空中战霸 实战中 特战队员要空降至敌后陌生地域 必须自主判定战场态势 选择隐蔽着陆点 朵朵散花准确着陆的同时 机降分队也快速渗入敌后 展开战术搜索 抵径侦查 像这样多科姆联合 多散型散降机降训练 在这一旅已经成为常态 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探索 多散型集合训 多任务联合训的祖训施计模式 不断磨砺部队实战水平 这个周末 停泊在码头上的两栖坦克登陆舰 武夷山舰的甲板上格外热闹 一场红色故乡革命文物展在这里举办 这些文物是武夷山市的一名文物收藏者 专程带来的 200多件文物布满整个甲板 有解放战争时期的锦旗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军工章 还有和平建设时期的军装 证书等革命文物 他们大多出自红色革命脑区武夷山市 今年56岁的刘云飞出身革命军人家庭 他多次走进军营 为官兵讲述一件件革命文物背后的真实故事 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之中 看了今天的红色革命文物展示 聆听了一段段革命历史 使我再一次清醒地认识到 什么是信仰 什么是担搭 革命先辈 用生命和鲜血追究的武夷山 红旗不倒精神 是我们武夷山间的传家宝 坚守好 传承好 红扬好 这个红色基因 是我们美名建元 义不隆词的责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几天 第81集团军谋侣组织 40多名预认党委支部书记 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建学 在实地感悟中 寻根溯源 强化使命担当 学员们在宝塔山旁 重温入党誓词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 聆听红色故事 在革命烈士陵园 缅怀先烈 真切感受革命前辈 不畏艰辛的争容岁月 这次实践教学 是深化落实 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劲重任 主题教育精神的举措 就是要让苍聚学员 实地感受历史情境 感悟鲜味精神 深深种下红色的种子 来看国际方面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8号报道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近日公布了一款 新型无人机 首次试飞的视频 报道称 这款无人机型号为 XQ-58A 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与美国克拉托斯 无人机系统公司 联合研制 5号 无人机在美国 亚利桑那州的 有马实验场 进行了首次试飞 共持续76分钟 据悉 试飞还要进行4次 将对无人机的 基载设备 空气动力性能 起飞和着陆系统等 进行评估 报道推测称 这架无人机的 生产成本较低 应该是与 载人战斗机配合使用 其设计航程 超过3200公里 可以装载 两枚小型炸弹 或搭载 电子干扰 和监视设备 还可以在 没有跑道的情况下起降 据于俄罗斯媒体 8号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 日前表示 被称为 无人机杀手的 偏流防空 高射炮系统 将于今年年底 完成试验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 方面发布的消息 偏流防空 57毫米高射炮系统 的研发即将结束 计划于2019年11月 完成国家试验 据悉 俄罗斯陆军部队 防空战术分队 最终将装备 这一系统 俄罗斯国防部 方面表示 该系统的射击弹药 基数 由5种弹药组成 其中以在目标附近 远程遥控爆破的 多功能弹药为主 除了打击无人机外 该系统还可以用于 攻击战机 直升机 单发炮弹 以及地面轻装甲目标等 此前曾有军事专家指出 小型且廉价的无人机 正在影响着 未来军事技术和战略 因此 为应对此类无人机打击 俄罗斯军方不断研发 相关武器系统 2018年8月 天流防空高射炮系统 曾在俄罗斯举办的 军队2018国际军事 技术论坛上 首次亮相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军事报道 想要了解更多军事内容 请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